狗贼 拿命来 我靠 什么 想杀我就算了怎么还骂人呢 一点职业素质都没有 小心我投诉给你差评 去死吧 狗贼 又是一声狗贼 杀手们势必要将对方碎尸万段才甘心呢 银子城市 平南月所在的房间对面 又一波黑衣杀手出现 又要刺杀房间里的男人 哼 就算你有神明必有 今天也是你的死期 受死吧 何人派你们来厮杀本王 本王 等等 你不是陆泽谦 那你是谁 当即摄政王的名讳 也是你们配叫的 得知眼前的人是叶军爵 这可比十八层炼狱的妖魔鬼怪 还要恐怖的名字 搞错了目标的杀手们 连丝毫求生的欲望 也消失的荡然无存 杀光了最后的一个人 贺东将长剑从杀手的心脏里拔出 又十分嫌弃的 在他们衣服上是蹭过来蹭过去 这才收回敬事 王爷 他们要杀的陆泽谦 是不是京都首付陆家的敌张子 真是奇了怪了呀 杀手的目标是陆泽谦 怎么会错将王爷当成了陆家的人 狗贼 你托我堂家满门 回我堂家百年纪 今日即便是我变成厉鬼 也要将你拉入地狱 永世不能朝生 杀手大哥 你是不是搞错任务目标了 我是一个已婚丧妇 带着三个娃的清国清城小妙人 啥时候吐了你们堂家满门 你不是狗贼的英爪 喊打喊杀的凶手 也梦了 看了看云南月的房间 我也骗我 我们已经得知狗贼就住在清月客栈 天子一号房 你不是狗贼的狗还是什么 喂喂喂 你能不能文明点 素质点 除了狗贼 你还会说别的字吗 还有 睁大你的喘气的窟窿眼 听好了 这儿是清月客栈天子二号房 是二号房 就你这文化水平还想当杀手 一和二都分不清 你二到什么程度了 天子一号房 在那边 真是 他觉得自己这个鹿痴能当杀手 已经是杀手界的奇迹了 嘿 没想到穿越到了古代 他竟然看到了白痴也能当杀手 哎呦 这奇迹在线呢 即便如此 你也逃不了干系 和狗贼住的这么近 你一定是他的狗女人 呦 你这样子很让人火大哦 哦 赶你狗啊 人可以蠢 但不能不讲道理啊 那照你这个道理啊 我和你爹都是人 那我岂不是 你的好大爹了 我说 我看你 我也不假的 你画嗦 你画对这种 为你画对